我們現在介紹的是TES VCI 400 手滑頭控制器 那這是四軌的手滑頭控制器 那我們現在買這台就可以送你手滑頭DJ完整版的序號 所以就是功能上呢 就跟其他的四軌手滑頭DJ控制器大概是百分之八九十是差不多的 那這邊一樣是播放器 這邊一樣是播放器 然後混音器 錄盒、Slicer、Sampler、HardQ 功能在這邊 那效果器也是完整的對立 所以跟其他手滑頭DJ控制器差不多的 那比較弱一點的話就是這個大個按鍵 它不是像是比如說像這邊VCI 400這種PAD的按鍵 那就是PAD這邊就是比較柔軟 而且比較應該說它也比較耐用 然後也比較適合這種敲打的 那這個是比較傳統的按鍵 是比較硬的 就是一般的這種按鍵 那 這是它比較弱的部分 那其他部分的話就是差不多的 那還有它的特點呢就是比如說 它的 音量燈是這樣LED 然後 然後每一軌都有 四軌都有 這樣 然後 它這邊的設置 然後是說 因為它這四軌 所以它可以同時 它可以播放四首歌 那 一般的SWYB的控制器呢 它是這樣做 就是 只有兩個播放器 可是它可以切換頁面 比如說像我這一台就是切到C面 它就是 控制變成Cdeck 然後這邊就 控制Adeck 那 那這台的設計呢是 你可以在 不用切換的情況下 都可以 同時去按 不同 這四軌的Cue和Play 像這樣按Play 那這邊有另外一軌的CuePlay 那你是可以同時壓 然後就會 音樂就會跑出來 而不需要切換頁面 那這個 就是其他的控制器 就比較沒有這樣的設計 那這邊的話就是 比較差不多 R-Cue的八個 然後 Loop Zh Row 然後Sampler 那Slicer呢 是壓Shift前 加這顆 它就有Slicer功能 然後 它的Filter呢 是比較那種 大顆的 就是 金屬 非常多人覺得這個 大顆的Filter 金屬的轉鈕 非常的質感 那一樣有線性控制 然後這邊是選取的功能 然後就是Sampler的音量控制 所以它其實就是 功能是非常完整的 然後另外一部分 就是它的轉盤 也是可以控制 鬆緊度的 去調整 然後 比如說現在是 比較 比較緊 那我們可以調 鬆一點 這樣就調得比較鬆 所以它可以這樣 那 這個 手摸到的重量 你會 不一樣 就是 比較鬆的話 你會覺得比較淺 然後 你也可以調得 有點重量 這樣 那 這種手感就是 一個人的喜好 因為 每個人喜好都不一樣 這樣 好 那 我們 陸續會再 詳細介紹 各部分的功能 這樣 今天先進來這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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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